欢迎收看本期猪猪美术电影 我是热情自信美流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男人爱而不得 就把女人四肢截掉并囚禁起来的故事 男主杰克加世代为一 治病救人 他的父亲整日忙于医学事业 母亲则是经常花天酒地 这样的环境使得杰克在成长中缺乏爱和安全感 几十年过去杰克长大成人 继承了父母一博 成为了很厉害的外科医生 并且拥有父母的豪华别墅 和一个很爱她的女朋友 有一天杰克见到了女主小莉 他看着小莉娇美的面容 对她一见钟情 为了更多的了解小莉 他甚至爬上大树去偷看她 结果正好撞见小莉与男朋友在一起 杰克顿时很生气 他还发誓自己一定要得到小莉 虽然这样想 但现实却是小莉身边优秀的追求者太多 像杰克这样的 小莉是不会多看她一眼的 之后杰克想尽办法举办了一场酒会 邀请了小莉 想趁机赢得小莉的方亲 可在酒会上 小莉和杰克的朋友聊得很投机 而杰克的女朋友也发现了 杰克举办酒会的真实目的 她和杰克大吵一架 两人最终分手 可杰克并不在乎 她还是一直暗地里观察着小莉 想要将她占为己有 第二天 小莉突然发现自己的包 昨晚落在了杰克家里 在去杰克家药包时 杰克前方摆计的想留下小莉 小莉在逃跑的过程中发生了车祸 等小莉再次醒来时 她发现自己失去了双腿 而杰克说为了保住她的性命 才无奈这样选择的 小莉很崩溃 她将东西扔向杰克来发泄情绪 但也接受了失去双腿的事实 在最后的日子里 杰克囚禁了小莉 并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一天 小莉十分生气地掐住了杰克的脖子 想要杰克死 杰克意识到了小莉的危险性 她就将小莉的双臂也截掉了 就这样 小莉成为了失去死职的怪物 整天被杰克放在盒子里 当百剑供养着 小莉其实是很恨杰克的 但是当杰克用枪顶住自己脑袋时 她心软了 制止了杰克的行为 一天晚上 小莉的男友找到了这里 她看到小莉变成了这样 愤怒地将杰克揍了一顿 想要杀死杰克 但小莉阻止了她 并且对杰克大声喊着 我爱你 突然杰克醒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如果你是杰克 你会为了爱如此疯狂吗 看完镜的点关注 猪猪妹在评论区等你哦